两架机体用大炮贴着对轰 炮轰烂掉了就改用进战武器搏斗 本事势均力敌的局面 可下一秒赤天使却开启了出燃贼AM系统 并且身上的四个复制全部展开使用 面对赤天使六束光剑的同时攻击 呼善进战的女神式机体便显得捉襟见肘 从头到脚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眼见机体就要爆炸 她便也只能乘坐逃生机跑路 可这一次赤天使没打算让她跑 直接从身体上分离出来了轮身机体 天使长高达 她一边接近一边完成变形 很快就轻而易举地逮住了女神式的逃生机 成功将其驾驶员活捉 战斗结束之后 被俘获的李维尔上尉便开始接受天人组织的审讯 可她却一点也不慌张 因为天人组织里早就安插了她的间谍 而这间谍便是母舰驾驶员艾妞 很快 李维尔便因为艾妞挟持了人质而重获自由 他们之所以能够在不见面的情况下通讯 只因他们能够通过量子脑联系 很快 他们便准备顺走零零高达 这样一来便会让天人组织的战斗力大幅度下降 可就在艾妞劫持着人质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遭到了玛丽的截狐 玛丽之所以能够快人一步 只因她也是改造人能够接受到量子脑 就在双方都拿着枪僵持不下的时候 刹那和落地过来了 而这关键之人便是落地 落地在这段时间与艾妞相恋 在残酷的战争中寻得了一丝安慰 艾妞即便是受到了量子脑的干预 开着支天使跟她一起私奔 回头暗示刹那趁机行动 刹那心理神会立马对着落地来了一枪 艾妞一着急便送开了人质 被落地一把给拽走了 艾妞见情况不妙 立马便去开救神艇逃离母舰 而被抓进来的里威尔 则退而求其次地开走了临时强化战机 他们迅速派出零零高达和支天使前往拦截 通过车然Zion系统以极快的速度追赶 一转眼之间便再一次将他们逮住 里威尔本以为他们不敢伤害到自己的机体 竟然当起了主角一阵蹦跋之后 进入了操纵台 直接开启了和零零高达的对接模式 让其无法对战机进行操纵 很快战机便成功和零零高达对接再一次活捉 里威尔舰战机已经不可能带走 便直接掏枪从内部进行摧毁 随后从其中逃出来 被驾驶者救身体的按钮成功接走 落地看到了这一切 也完全可以开枪把他们打爆 可他一想到里面是自己深爱的女人 边下不去这个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